就是你这么的开朗 而且之前也没有职场经验 那你觉得未来谁能够做你的上级 你对那个上级的具象化 所以说吗 我喜欢跟我一样性格的上级 就是说不要小心眼 他是稳重的 能够去帮助下属的 大家去齐头并尽的 这样子 你直白地说吧 就目前在座的场外的三位 场内的六位 谁是你心目当中最心仪的上司 最心仪的 我觉得这个马瑞吧 我喜欢你给我 你给我我不介意 你明白吗 因为我喜欢你 你明白吗 就是 如果你是我领导的话 你可以给我一些介意 比如说怎么搭配衣服 然后变得更女人 对不对 好 行 我觉得这个姑娘是比较 开放不羁的 但是呢 就在职场里面 也是个大忌 不羁 也就是说你没有约束 不受约束 从一二年到现在 一直在江湖中 所谓江湖指的是 在这个演艺圈里 在里边演一些 在低端的角色 这个没听说过 你演这个片子 对吧 虽然女一号 女一号 女二号 但是呢 你突然到了职场里边 在我看来 你可能根本没准备好 其实呢 隐隐约的我感觉到 你这孩子心里是有苦的 然后内心的一些东西 和你外化的一些张扬表现 使得你总是把握不住尺度 这有些好的 好到恰如细分 有些不好的 用虚仓补短的方式去弥补 你要学会的是这样 好吧 第一轮选择 去或留 请做出您的选择 只剩下最后的四盏 接下来我们进入 天生的游戏 逆琳今天给我们带来的 什么样的才艺展示啊 我特别准备了一首歌 叫《平凡天使》 献给所有目前 身在一线的 这医护人员们 跌倒漫长的黑夜 抬头看看星星 此刻终脸呈现 也许是一场考验 看散落的心灵 此刻是否并肩 当你去都能看见奇迹 你是否相信 那答案就是你 此刻风雨里 可信有你的坚持 你带来的笑容 有天会带来雨后的彩虹 世界因为你在痛里 有感动 谢谢 虽然歌唱得一般 但是情感非常真挚啊 我想问一下 逸琳在这次抗击疫情的过程当中 对于医护人员的 这些动人故事里面 有哪一个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有 我看到过 有一个妈妈 然后她的女儿 和爸爸来给她送饭 但是她们不能够拥抱 要隔着几少一米 然后妈妈和女儿就这样子 隔着一米这样子拥抱 戴着口罩 我觉得这个特别的感人 隔离疫情 但不隔离暗 对 就像我们现在不在一起录影 但其实我们每个人 内心都是火热 感谢你的隐藏 接下来我们进入职场情商可能 疫情过后 哪些行业将会成为新的风口 我个人觉得直播吧 算是一个风口 看了好多主播卖货什么的 然后我就快递送到家 还有不是在你教育网络课程吧 线上教学生上课楼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行业 会成为一个风口 如果反向思维 比如说 当所有人都去做主播了 那产品 生产产品的人是不是更紧销呢 生产产品更 就像在一个挖金矿子里面 大家都挖金子了 卖水的人反而挣到了钱 有没有这个道理 你说有就有吧 其实我不太明白你的坏 什么金子之类的 可能是我太喜欢你了吧 腿老你太智慧了 真的跟你比不了 你太智慧了 太崇拜你了 你是老年人的偶像吗 我听出了你的话音 你说我是在卖东西 不过你现在有很多那种 单独的作用 有才艺主播 有搞笑主播 就是你自己对自己的定位 那你为什么不去做一个主播呢 说实话 我个人 我当时做直播位 是去尝试一下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直播 你知道吗 为什么 第一他时间太久 就太疲惫 你明白吗 那我想问一下你 你的最理想的工作状态 是开心的赚钱 那你认识里面 什么行业 什么职业 是开心的赚钱 我就知道 你要问我这个 我要跟你说一下 什么开心的赚钱 就是说 哪怕我约赚六千七千 可能不多 就是为了个基本的收入支出 对不对 但是我去公司之后 我是开心的 不是说 这个同事我坏话 那个人欺负 我是这样的开心的赚钱 明白吗